首相安华昨天宣布 T20高收入群体 不再享有电费补贴 至于这项措施 恢复在今年下半年落实 天然资源环境集气候 变化部长聂纳兹米称 内阁还会就此事展开讨论 不过预料近期内会宣布 新一轮的电费调整 念纳兹米今天为2023年 东盟绿色青会议主持开幕仪式后 向记者指出 用户可以通过今年上半年的 煤炭和天然气价格 来判断下半年电费的走势 不过目前采取的是成本转嫁机制 允许国家能源公司 在成本走高的时候 每半年调涨一次电费 把额外成本转嫁给用户